哈喽大家好,我是饕天 想夹啥就夹啥的发面旗子饼 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吧 那今天,饕天就把这个简单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做法非常简单,一看您就能学会 首先大碗里取300克面粉 加入两克酱母粉,两克白砂糖 用快的搅拌搅拌,混合均匀 分色到165毫升的清水,咱们来活个面 用快的搅拌成面絮状 一直搅拌到大碗里,没有多余的干面粉就可以了 咱们今天的面要稍微的活软一点 再下手团成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要做到面光手光盆光 放在面垫上将面团揉到表面光滑 没有明显的颗粒感就可以了 这也是发面旗子饼柔软好吃的关键一步 咱们千万可别偷懒了 放进空碗里,盖上盖子醒发到原来的两倍大 面垫上撒点干面粉,方便下一步操作 将醒发好的面团放在面垫上 简单的揉搓排下气 这样酵母菌就会重新的分布 再用擀面杖擀成一厘米厚的薄面饼 面饼呢,咱们不要擀得太薄了 擀成这样的薄厚菌的大面饼就可以了 找一个模具在面饼上按压出一个个小圆饼来 咱们的生坯就做好了 最后将边角料撕下来直接烙熟 或者继续的擀成薄面饼做成生坯 盖上塑料布醒发20分钟 醒发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生坯体积明显是变大了不少 电饼厂咱们要提前预热好后 放入生坯烙熟 盖上盖子烙两分钟 时间到了,咱们要翻面烙另一面 因为咱们的翻面起子饼比较厚 所以咱们在烙的时候要多翻几次面 盖上盖子再烙个两分钟 咱们再次将发面饼翻一次面 等翻两次面烙六分钟 再倒适量的清水焖一会儿 盖上盖子收干水分 水分收干后压一压 翻面饼能迅速的回弹 说明已经烙好了 用夹了将翻面起子饼取出来后 就可以开吃了 蓬松轩软,越嚼越香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尝射吧 我们下期再见